哇 這個問一下東好了 KP世家會不會全家都有事 而且真的很誇張 好啦 他說這個六百多萬裡面 有是小孩過年的壓 假設我們講小孩過年壓稅錢好了 他去存入的時間什麼時候 一個是三月 一個是十月 一個三月到四月 一個是十月 是怎樣的 你到底收了多少壓稅錢 拿那麼多錢 這個時間隔了一兩個月才去存 也很奇怪吧 而且還有一個時間點 這個現在大家也在質疑嘛 就是這個陳佩琪存錢 是在二零二三年十月 是第二次 二零二三年的九月三十號 柯文哲到桃珠影園 讀會審慶金 然後隔天到了美國 突然告訴大家我手機不見了 手機不見了以後 這個陳佩琪在台灣幹嘛 拚命跑ATM存錢 這個時間點真的是非常的奇怪 而且大家都還沒有講 陳佩琪我們剛剛不是聽到嗎 我會申請網銀的資料給大家看 那四千三百萬的這個 這個銀行的這個匯款紀錄 有這麼難申請嗎 而且他說因為我東西都交給檢調了 問題是這個在你交給檢調之前 多久以前就爆出來了 怎麼會到現在沒有這個金流給大家看呢 你怎麼看這整個的狀況 剛才學尾在講的時候講了一個 這是其實在變相提醒陳佩琪 所有在檢察官你以證人身份所講的內容 不管你對這個ATM現金存款的事情講了幾次 哪怕你有三種四種不同的講法 檢察官到此時時刻為止沒有追究你證人的身份有沒有違證 沒有他只是告訴你你講了四個你有四種說法 記不記得陳志涵有出來講說那個什麼 媽媽的首尾起來後來改說是爸爸 爸爸 對 因為媽媽還在 不是在鏡周刊裡面你會看到他加引號 那裡面真正的引號的敘述是 陳佩琪是跟檢察官講說 因為怕媽媽過世以後財產 所以他先領過來看 是講這句話 方便以後遺產的那個什麼處理之類的 一千多萬才要負遺產稅 所以我就講那是加引號的 記者因為一周刊那個記者 我跟我講 因為大家最近對記者有很多懷疑 那鏡周刊的記者他在一周刊的事實在就存在 我是因為扁案開始上電視上政論 他們在扁案的時候就在了 那是馬英九總統執政的時候2008年開始 那個時候現在的鏡周刊當初的一周刊 這一組司法記者 他們當年一年之內做了20期的封面 那個是不是也有偵查不公開的問題 如果我們要講偵查不公開嘛 那檢察官有帶封下面 我都承認好都算都有 那 一樣同一批記者是不是打破藍綠 他照樣都可以拿到獨家新聞 所以你揮揮看 這個時候丟這個東西不是最新的 都是上一波動作的內容 再告訴你陳被琪 你講了四次不一樣的說法 或者這四次合起來 沒辦法解釋那個大概700萬的事情 如果陳被琪再繼續這樣下去 你不能真正面對問題 其實我提醒你 包括黃三生 因為陳被琪上次作證出來之後 你就把他接回家去 不要讓陳被琪去踩到偽證罪的風險 偽證罪真的不值得 柯文哲一個人犯錯甚至犯罪 千萬不要禍己子孫 為什麼講這句話 坦白說這600多萬 你真的說要以精華成的案子 然後來論這個收賄的金額 這錢算非常少的啦 簡單觀念想法不是這樣子 我也許 他也許分好幾筆 我也許沒辦法找到全部的錢 可是我只要證明這筆錢 這一筆哪怕是 是從那裡出來 是從那裡出來就夠了 因為我的舉證是600萬 是6千萬還是6億 除了量刑的 法官量刑的幅度不一樣外 那600萬如果真的是 省清清的錢 你就是貪污啊 就不是圖利 但是陳佩琪他們這些人來講 你這時候千萬不要去做偽證 所以你一定要想清楚 你要對外交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不要反反覆覆 不要害了自己 你身邊這些懂法律的人 也不要害了陳佩琪 然後陳佩琪千萬不要害了自己的小孩 因為他勾勒的這個細節 是已經進到子女的帳戶 對 我不客氣的講 先給大家看一下這張 這是不久之前 柯文哲跟阿扁的合照 阿扁 阿扁個人造孽就算了 他跟吳淑貞兩個人就算了 你知道他害了陳志忠 陳志忠你知道他入獄服刑 好不容易現在才終於 把這些官司都告一個段落 為什麼會害到陳志忠 他自己的獨生子 陳志忠有一個偽證罪 陳志忠因為他媽媽的關係 去調動了海外的資金帳戶 有金流 他又有一條洗錢罪 我一直在講 因為市長 因為他只是選總統 只是當台北市長 他的權力沒有像阿扁 那個時候成為中華民國總統 不管是市長也好 總統候選人也好 當總統也好 他都會有很多的誘惑 他都會有 他會有很多人主動來誘惑你 你如果一個把持不住 下場就會像陳水扁一樣 那陳水扁那時候幹了什麼事情 你今天在柯文哲跟陳霈子之間 你們一定要記取 一定要記取阿扁跟阿征的教訓 家屬要小心不要去碰到偽證 萬一啊 如果你知道你的錢有問題 不要去碰洗牆 因為 可是現在這個狀況看起來逃不掉了吧 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嗎 還有機會 因為在檢查官沒有轉轉改變你的身份之前都要有機會 我想我這麼講就是說 你如果真的有把握證明了六百多萬都是有有財有收入來源的 你當然可以堅持 但是你如果沒辦法證明了六百多萬 因為你用現金存進去 你知道現金很難證明 除非怎麼樣 除非我家裡有一堆單據 對 比如說 尤其我上你的節目我要簽 我要簽這個車馬費 簽對 勞報單 那一張我沒有留對不對 可是會進國稅局 對 我可以在國稅局裡面調出我的收入清單 沒錯 我每年報稅跑不掉 那如果你要說啊我們漏報 那對不起 你如果當年沒有漏沒有報稅 他那個小便宜 你今天遇到金華城的圖利的時候 你就會變成財產來賓不明罪 財產來賓不明罪的速度會比圖利的本身判得更快 那如果這六百多萬 被證明跟審刑金有關 那你就叫收縮賄賂 而且他講了四個理由裡面 柯文哲的稿費一定會有證據嗎 是 母親帳戶裡的錢一定會有帳戶資料嗎 因為錢就表示在帳戶裡面 我會有一個提領現金的記錄 那為什麼檢方會把這個訊息放出來 表示我沒有查到嗎 如果有的話檢方一定會採用 因為檢方不會笨到這個樣子 押稅錢很難講 押稅錢可能收到現金 可是都幾歲了還在收 就算你二三十歲還在收押稅錢 也認了 最糟糕的是民眾捐的選舉經費 如果陳佩琪你真的講這話 你這可能涉及到侵占 因為這筆錢你是不能拿來作為個人所得 是啊 而且如果又沉入子女照護裡 天啊 所以柯文哲的律師 你們要好好的保護陳佩琪 不要讓陳佩琪變成被告 檢察官沒有對陳佩琪趕盡殺絕 有沒有一種可能懂法律的人 趕快把陳佩琪推出去 有事你去打 那個 那一定是 那個一定是政治人物幹的事情 好那講了這一輪裡面 最有價值當然就是一千五 對 一千五 就是一千五裡面 他不會告訴你錢在哪裡 他只會告訴你 有一個一千五跟審慶金有關 所以如果這個一千五被找到 被證明的時候 就是十年起跳 如果在未來這幾個月內 沒辦法證明這件事情 那一千五 我們只能當小說看 可是那六百多萬不會消失 所以陳佩琪剛才在VCR裡面講說 他可以證明他的財產來源 還有買商辦有沒有那個金錢的買賣紀錄 大家都要問啊 這是一個另外一個大問 你說隨便勾計一個怎麼感覺都跟審慶金有關 你說在禮拜天之前群眾大 那個號召兩萬個小草 之前你來不及申請 今天是禮拜三晚上 對 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 這三天你拿不到銀行的匯款記錄 你沒辦法去申請一個新的存折嗎 我不知道他在幹什麼 當你把存折拿出來的時候 四千三的事情不攻自破 當四千三的事情可以證明來源沒有問題 就柯文哲講的就是選舉不住款 面子不好看 可是不會踩到法律的紅線 這麼簡單的事情 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 難道明天還要繼續問 四千三的銀行轉帳證明呢 對 你如果拿不出來銀行轉帳證明 我當然就懷疑你 錢有問題啊 如果四千三錢有問題 再加上那六百 已經快五千了耶 對喔 所以我不懂 黃珊珊也好 因為老朋友我不願意太講他 黃國昌也好 那三位律師也好 這麼簡單的ABC 怎麼你會繞圈圈繞那麼久 還有我是忠心的再提醒一次 我相信陳北 這其實對吳時貞跟陳月畢都不陌生 千萬不要做出禍言子孫的事情 要讓大人犯錯就算 不要讓你的小孩子 以後在這個社會上 抬不起頭來隱性埋擬